主教好 我想要跟主教说 谢谢主教 这么勇敢的愿意接受这份使命 来当我们台北总教区的牧羊人 因为台北教区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羊 每一只都不一样 那您这个牧羊人想必 在未来带领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许多困难 许多挑战 当然也有许多体力上 心力上的负荷 那在这边也要请主教 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如果您健康 牧羊人健康 就可以带我们这群小羊 走得更长远 也能够让我们这群小羊 更健康的跟您一起走一段路 希望台北教区先做哪两件事情 在这边想要跟主教说 第一件事情是 大家都说扶传非常的重要 而众所皆知 钟总主教您是一位 非常会扶传的牧羊人 但是我自己在台北教区的观察里面 我会发现台北教区比起扶传 我们还更先需要牧羊 因为我们这群小羊会 会好像扶传上面遇到很多的困难 在办木道班的时候 找不到人啊 或者是堂区在办团体的时候 发现团体怎么都很小 长不大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更意识到我们自己 是内心需要再被点燃一次 浮传的热火的 那要请主教在这段未来的过程当中 跟我们一起 让我们教友的心再次点燃起来 那相信这也是主教最擅长的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 回到第一题里面 要怎么样让我们教友的心再度火热起来 由于我在神学院读书的过程当中 还有在当福传师教牧道班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教友没有办法把福音传出去 是因为教友自己都还不太清楚 我们所信仰的本质内容 究竟是什么 还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究竟要实践的价值观是什么 还有教会如何在礼仪 在圣事当中帮助我们 去成为更好的人 更好的基督徒 当然我们也常常困惑 究竟要怎么样的祈祷 才是天主所喜悦的 而这都回应到圣教宗 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说的 我们需要现时代的教理讲授 在台北教区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族群 有儿童 有青年 有壮年 有长辈 相信我们需要符合每一个族群 他们所听得懂的 他们所愿意听的教理讲授的方式 来让我们每一个教友心里的浮船热火 爱主的热情再度被点燃起来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逐渐的成为更好的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会发亮 就会吸引别人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并且我们的教友也会更愿意去做浮船的工作 其实说来说去我们既是小羊 也是牧羊人的牧羊犬 我们要去寻找更多的小羊 也要协助牧羊人主教您 来去呼唤羊儿们一起回到这个羊站 主教相信您在未来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请不要害怕呼召青年 因为青年都非常愿意为台北教区服务 期待您的征召 谢谢主教 谢谢大家